师傅 我现在往回走了 普城路42号 回废品站来了 普城路42号 好 走了师傅 大爷 咱得快点了 不能让它变成废铁 要不就白收了今天 三点之前我得到那 师傅 来 盛 盛 盛 放这儿 来 这是铁蛋 对 辛苦了 大爷 一会儿多给你点钱 辛苦 95公斤对吧 95公斤多少钱 兄弟 35毛钱一公斤 太少了吧 你多给点呗 你给我凑个枕 你给我一块也行啊 不不不不 看我那个冰箱多少钱 那个算得于15块钱吧 15块钱 我40收 不是 我那冰箱是40收的 我40收的 那个我50收的 你卖了我15 我们不设 那里面是钱 不是 你们这个冰箱 可以拿着卖的吗 卖不定 是12 好了吧 那我算你70块钱 20块运费我帮你给吧 可以 那行 就这么着 上面前面三个不也还有瓶子吗 方向好了 今天可以吧 可以啥呀 刚给人一个20块钱的运费 现在就只有 只掙了70块钱 我50块钱收的 他们卖我15 这里面不吸的就是铜的 要么就是铝的 这怎么不吸 这不吸的吗 吸的是铁的 铁的 铁的不好是吗 铜的会 铁的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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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师傅 平常你每天都这么辛苦 我们才是一天 而且其实今天 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收东西会比你们方便得多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给我们的 那你们会比我们更辛苦 汐匙 欠你45块钱 辛苦 辛苦了 我们不一样 祝福了 除了时间 差不多已经到点了 根据你们今天的表现 你已经被贬植位打水公了 这个没错 我刚刚按了半天也不算 那个按了半天 我还没扣你公司 你看她把 打水打着 你看爸给你忍毛了 应该就是这么多了 这这么多是多少 谢老板 谢老板